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在最初开展这种椎管内分辨疹痛的时候 麻醉师也建议在最好是宫口开大两三个厘米以上 因为在原来我们的老产城呢 宫口开大到三厘米 我们就认为是进入了一个产城进展的活跃期 就这时候呢 就离着生就不远了 就比较快了这个产城进展 但是呢 因为现在我们使用了新的产城 宫口到了六个厘米 才叫进入了一个产城的活跃期 所以呢 那我们麻醉师也有 根据现在一些技术的发展说 只要孕妇有分辨疹痛的要求 那我们就可以提供这个服务 不一定要根据他的宫口开大情况 因为呢 孕妇一旦提出这个要求 他一定是疼得 觉得很难以忍受了 所以目前呢 对于宫口开大的情况 并没有一个具体明确的要求 但是呢 因为我也是 刚从那个哈佛医学院那边学习回来 他们做分辨疹痛的时候 大部分还是控制在宫口开大两个厘米左右 在打 在之前呢 打的也比较少 这时候呢 一般我们还会采取一些 比如说 安慰他 鼓励他 帮他度过这一段时间 尽量呢 对于我们医生 还有那个麻醉师呢 也是希望 就是尽量让他拖到大概 一个 宫口开大一个了 如果他实在忍不了了 我们再考虑给他做分辨疹痛 如果宫口连一个都没有开大 一般的话 我们还是采取其他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可以给他打动冷钉啊 让他休息休息 请不吝点赞